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乖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君搞什么 这个单元是靠北长官重点快报 是针对靠北长官投稿的内容 如果真实发生在部队 我的想法及建议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今天是12月28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则投稿 听说你太太来营区 还请官兵去帮忙你太太买中餐拿蛋糕 我想有些主官在假日留职的时候 都会请女朋友或太太小孩到营区来会客 虽然假日营区内可能没有什么大事 但是你有想过吗 当下可是你的上班时间啊 你平时上班可以陪伴你的女友 太太或小孩吗 应该不行吧 为什么假日就可以 你凭什么领着薪水的假日上班时间 却做出这种事 想当年担任假日留守主官的时候 我也曾经做出这种不恰当的事 也被官兵反应了 也遭到了适当的陈处 只是当时我一直不能接受的是别的连长 营长也这样做规定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就没有人反应他们 高情官只跟我说了一句 可能你做人失败吧 所以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假日留职的时候做这种事了 当然我也知道现在还是有些假日留守的主官 会请女朋友或太太小孩到营区来会客 然后就一天不干事 凭什么官兵辛苦的在工作 你却在会客 你觉得这样对吗 希望各军司令部及指挥部 严格管制四类事件再生 第二则投稿 陆军司令陆勤部指挥官一定不知道 领新式的运动服是件多繁琐的事 我自己是战斗兵科 但是我一直觉得经理补给真的是一个很繁琐的业务 东西多到不行乱到不行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 但是这篇的重点我想要说的并不是这个 而是回复这篇投稿的人 当然补给处长回复的算是非常恰当的了 但是另一个留言者却说出不少人心里的话 在里面大家都是穿外面买的 陆勤部我跟你们说真的是这样 当然近几年来国君也的确很用心的在改良补给的服装 但为了有效控制经费 好像无法完全满足年轻人的眼光 真的是大家都是穿外面买的 其实消耗性服装补给方面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内裤 说真的我没有穿过国君功发的内裤过 那个样式我只能说我不是很喜欢 我想年轻人应该也不太能接受吧 大家都是直接把他丢掉 不然就是当作一次性的内裤 这样真的很浪费 所以希望陆勤部在内裤方面也可以检讨改进 以上是12月28日的靠北长官重点快报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大家对国君基层各项事物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